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中就开始了 因为我妈妈做的菜很难吃 所以我不想吃 然后自己开始做菜 我去意大利跨国 就背包客认识台湾人 然后那时候觉得 台湾人怎么这么热情 所以我九年前吧 就来台湾一个月 台湾也是岛国 一个岛 但是很多可以欢迎外国人 很直接聊天 所以马上可以当朋友 我比较喜欢这个距离 护照的颜色 日本是红色 台湾是绿色 后面也写台湾日本 所以我希望 就是这里是一个国家 日本菜 日本菜 重点就是 食材的 味道 尊重那个味道 原味 原味 台湾菜 很多食材 然后就 这一榜 里面很多东西 味道是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在平江市场附近 那时候 就是在平江市场附近 就是为了要观察市场 所以在这边附近 对对对 我觉得是 冷清嘛 去市场 不是为了买东西 去市场 很开心 的那个感觉 我们肉都是台湾的 鸡肉是屏东 黑芝肉也是屏东 樱桃鸭是发脸的 夏之类就是一郎 很喜欢水果 生意 对 夏天特别很开心 麻辣锅里面的鸭线也还蛮好吃 当然小籠包也 很多日本人很喜欢 台湾很多咖啡店很厉害 一附咖啡 老师咖啡 最近每天去公园 那个打翻球 真的 我还蛮喜欢公园 台湾公园 很多 而且很大